要預法以及這個國安法的這個部分 我們來 我對於一些法條上面的一些建議 那我在這個細節的部分 先跟各位討論一下 那如果 我盡量就不要再去重複到 剛剛之前有些委員問到的問題 那如果有重複的地方 再麻煩您提醒一下 第一個是在於 戰略要預法第三條 戰略要預定義 國防或軍事上所必須控制 與確保之戰略基地戰術要點 所在地域及水域 那在第三條的部分 其實主要 他也是提到這個 所在的地域及水域 那再到第五條的部分 他提到這個跟空域有關的 他是講說戰略要預上空 有劃設限航區及進航區之必要者 依民用航空法辦理 那我們再看這個民航法 民航法第四條的話 這個空域之運用及管制區域 管制地帶限航區危險區及進航區之劃定 由交通部會同國防部訂支 那我這邊的問題是要提出就是說 在現在的這一個 這個戰鬥戰爭的這一種狀態 現代的這一種可能性 其實我覺得除了地域海域以外 水域以外 應該空域他要比較獨立的去訂出來 應該以目前 我的建議會是目前看起來 我們只要提到這個空域的部分 他比較像是我們的地域上面的上空如果要進航 那我想其實這個跟現代的作戰可能未必是 的需求可能未必相同 所以這邊是 如果我們這個明定說 這個對於空域的這一塊 把它寫清楚 然後還是說這個用這個民航法 準用民航法的相關的規定的話 這個會不會有困難 是 這個委員提得非常的專業 對 我要跟你報告一下 有關於航空器 當然跟作戰有關係 但是它的航空機的起降 那個範圍之內 都影響我們的航空機的安員 不管是戰時 不管是平時 它是同樣的 那就有關這個部分 我是不是請空軍 或者是來跟你做專業的報告 是 報委員 有關於這個非常安全的 事實上在平時和戰時的區分就是 我們平時都是運用這個國際民航法 那我們事實上交通部民航局 在本身來講 跟我們空軍本身來講 軍民合用的機場 以及我們空域的管制 都是協調管制 那如果說以牽扯到作戰的區分的話 原則上是用協調管制 如果牽扯到安全 是以安全為這個最基本的一個考量 但作戰的話就是以作戰形態為考量 好 我這邊大概了解你的意思 那但是我的這個建議還是說 因為現在是一個立體的作戰 所以我在這邊強調的 不只是說機場的管制 或是這個進行的管制 比較重要的是說 我們在這個規範 我們的戰略要遇的時候 是不是哪一些空中的領域 它有可能不是我們這個地面的領域 上面的上空而已 那所以這一塊再請你們研議看看 是 對 那在第二個 我第二個問題是說 在這個戰略基地的規範 跟這個重要軍事設施地區的這個規範 這兩個的概念有一些重疊之處 那我也知道你們說 但是在實務上面進行的時候 其實這兩個部分 你們是可以把它區分開來的 那我是比較主張 實務上面它應該要能夠反映在法律條文 那對於人民或對於立法委員 在看這個條文的時候 會比較清楚 知道你們這個論述的這個概念 所以 如果我們要在法律上面把它定清楚 這是做得到嗎 把這兩者 就是戰略基地跟 我就不念這個戰略基地指什麼 跟重要軍事設施地區指什麼 因為看起來 其實有蠻多重複的概念在裡面 是 它有重疊部分 但是它有區隔部分 是 它的規範都不太一樣 所以說這個特別跟您報告一下 那麼如果有詳細部分 我是不是請承辦單位做專業跟您報告 這個部分就不用報告了 那我在這邊 因為之後我知道還會有公聽會等等 所以我提出我的意見 就是我會比較建議 法條盡量讓人民看得懂 了解 那所以我們再進一步去看這個您的回應 您這個提供的報告 所以我說這個在實務上是可以區分 那我們就盡量把實務上可以區分的事情 反映在法律裡面 那就不會發生像這個 像例如說之前601旅 這個事件嘛 到底它是不是要塞堡壘等等 我們不如把它寫清楚一點 謝謝 那下一個的話 我會覺得在那個第四條跟第七條 有一個重複的地方啦 就是第七條的最後寫到 本條所定之戰略要預由主管機關公告 並刊登政府公報 結果第四條事實上是說 要會商有關機關來劃定公告 所以我覺得第七條 如果不是重複的話 我不太知道它為什麼這樣寫 那也許這個可以刪掉 你們這個再討論一下 因為我覺得第四條它是比較 比較 比較周延一點 對 比較周延 然後再 這個第十條的部分 這個我像剛剛之前好像可能也有人 如果我重複了 你再提醒我 就是說管理機關於暫時未遂行作戰任務 經報請主管機關核准 得通知或公告戰略要預內 全部或一部居民限期遷徙 或移除戰略要預內之建築物等等等等 這個是對人民財產權的影響 所以我想這個應該 我是蠻希望能夠依照法治局的建議 在條文裡面增加 就是說因為這樣子 人民受到損害的話 應該可以請求補償 那補償的範圍 計算爭議處理 由主管機關定職 那我不知道這個會有困難嗎 就是說如果這樣子去訂定的話 這個我們全盤了解一下 跟委員報告一下 作戰時候非得得已 這個如果是 它是一個交戰的位置的話 它最主要是確保老百姓的安全 又能夠發揮我們國防的戰力 這個如果說詳細一點的話 我們再回去 依據委員的這樣的說法跟指導 我們再深入研究一下 這個我相信在作戰的時候的局勢一定是千變萬化 但是我覺得如果在法律裡面就直接把它留了一個空白的話 那對人民的財產權跟人權上面其實就會很沒有保障 所以在戰後我們能不能怎麼樣回復它的權利等等 這個我們在之前的法律把它定周延一點 就不會發生戰後其實你也不知道該怎麼回復它的權利 我們會更多 到時候變成又要再進行另外一次轉型正義就不好了 就是不要因為當初的法律不夠法治化 然後造成這個一大堆的空白 那有很多不當的處置 然後直接把人民的財產拿走等等 了解了解 所以這個我是建議應該依照法治局的建議 然後在 關於這個沒收的這個好像剛剛有人問過我就不再提 我現在最後想要時間有限我想要強調的是 現在全國有210處軍事設施管制區 這個總面積有76513公頃 這未來還有可能增加嗎 原則上是不會 原則上是不會 因為我的建議是在這兩條法案的這個修正 如果未來是還有可能增加的話 應該要這個結合 這個保障原住民族知情同意權的精神 因為現在全台灣不管是民間的開發 或是公家機關的各種的設置 如果牽涉到原住民族的這個傳統領域的話 其實都要有原住民族的知情同意權 那保障說他們在自己的部落啊等等 他們自己的這個 所謂原住民族的集體權利跟主權可以被保障 所以在這個法條上面 我希望建議就是說國防部這邊怎麼樣融入 因為我知道這個要塞堡壘法已經是好久以前的事 但是在現在這幾年來訂定的相關法律 不管是土海法啦原基法等等 原住民族的知情權利權 都是一個已經主流化的狀況 就在很多的法條裡面都要把這個彈書寫進去 所以我會建議把這個寫清楚 然後最後我希望國防部就是說之後 麻煩你們提供一下 這個不管是軍事設置管制區 要塞堡壘 其實有牽涉到這個原住民族傳統領域的部分 給我們一個列表 那我們可以回去做一些檢討 謝謝委員 今天來的目的就是聽取大家的意見 訂得更周圓的法條 這是我們來的目的 那我知道就是有的時候政府機關在進行一些工作的時候 會說這個原住民 原民會還沒有公告傳統領域的範圍 所以我在這邊提醒一下 其實原民會他雖然還沒公告 但是他已經做完調查 就是原住民族傳統領域的土地調查 所以這一塊我希望你們比照一下 然後把剛剛我們講到的這幾個 這不管是這個要塞堡壘啦 或是說這個軍事設施管制區的部分 那跟原住民族傳統領域是有重疊的 那給我們一份這個列表 我們全班考量 謝謝 謝謝 感謝